港府加速推進基本法23條立法 8號上午才在線報刊登 立法會隨即在特別會議啟動一讀和二讀 罕見一天走完多個立法程序 不少議員都關注國際組織的定義 有議員詢問是否包括台灣 認為當局應該列清楚 也都有議員覺得太闊 港府強調國際組織定義並非負面 要有意圖才算犯法 陸委會則評論基本法23條很多原則性規定 讓人擔心是不是還能在香港平安旅遊 而本身是聖工會牧師的香港議員管浩民 則反映宗教界擔心 神職員員不通報教徒告解內容 會不會觸犯了隱匿叛國罪 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 備受國際關注 彭博報導 港府將立法禁止臉書YouTube在香港運作 遭到大陸外交部駁斥 彭博社的虛假報導 引發了公眾的誤解和恐慌 對有關立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 是嚴重的錯誤 香港政界對基本法23條立法 還有不少疑慮 但外界普遍認為 立法進度不會慢下來 最快在4月15號 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前 就會完成23條立法工作 TVBS新聞謝謝李明珍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